特别巧 今天是中元节 现在到了汕头的夜宵时间 我们先去找一个肠粉尝尝 走着 特别巧 这儿 说他家点肠粉 哪里找的 哪个好吃 那个7块的卖的皮 西瓜仁的 7块的 7块的卖的皮 西瓜仁 我听个西瓜仁的肠粉 我听个西瓜仁的肠粉 猪肉肠粉是吧 你们说话我是一句话也听不懂 你这么整我也会 你也会 他告诉他陈伟厅 陈伟厅 他看他像陈伟厅的 哇 耶 西瓜 我说这小哥干7年了 这个设备要多少钱 你多大了 24 24干7年了 天哪 18 这个设备多少钱 这设备 56千吧 56千 56千 行 这叫肠粉艺术 加油 脸啊 7块钱 7块钱猪肉的 嗯 对 这虾是什么 你没吃过 猪肉 我吃过 之前吃的是那个南瓜肠粉也挺好吃 这是牛肉的 对 这是牛肉 这是猪肉的 嗯 这是虾肉的是吧 肉虾蛋 肉虾蛋 哦 肉虾蛋 香 老板 没有 味道怎么样 我还没吃呢 我先闻着 感觉还不错 哈哈 吃一下 闻着是不错 闻着不错 蒜头油和菜肤上面 我们先吃这个牛肉的 能不能看到这个瓶特别薄啊 他们做的 好吃 紧张吗 紧张 肯定紧张 你这都像 哈哈哈哈 味儿是真好 你们都应该叫什么 海浪兄弟 海浪兄弟 对 对 你再注意一下 它皮是很薄 而且很劲道 牛肉是好吃的 它这个牛肉馅 应该是提前腌制过的 就有那个沙茶的香气 只可惜我两口就没了这一份 汤也不咸 汤也正好 再有一个牛肉的 再给我一个牛肉的 这个是肉虾蛋三合一的 十个年一份的 料特别多 而且你看里面 满满的了 还有虾肉 这个加鸡蛋的我喜欢 我觉得这个长门好吃就好吃在 它那个皮 再就是那个酱汁上 上面的菜腐和蒜头油也是灵魂的 我觉得这个口感会更好一点 它的那个鸡蛋正好就贴在了那个面皮上 它这个皮是特别的嫩和滑 潮汕的小伙伴说 三餐必有一餐是长份 但是我还以为最好记者好多店都是看成份的 把汤里喝了 好吃 这是那个小伙伴推荐的那个猪肉长寨 猪肉还有那个三合一的是夹蛋的 牛肉是不夹蛋的 是怕那个鸡蛋影响牛肉的味道是吧 这是最经典的猪肉长寨 7块钱 我喜欢吃这个猪肉的长寨 口感更饱满一点 可是这个东西真的好滑 再要一个猪肉的 嗯 习惯的是吧 对 我们在普宁吃的是蔬菜的长寨 然后来这儿他们俩就都是肉的长寨 放在菜肚和卤水 这一块 肯定是最好吃的一块了 晚上吃一个真的是爽的 像我一个人吃三个的是不是也是 少见 我们早点回家吧 勾点赞就是我的饭用了 明天见 我的手在发抖 我的胃在颤涌 对 明天啥样 今天吃完健分晓 吃完了长粉 我们来找一个来朝鲜一定要吃的美食 朝鲜毒药 走对 是 三个人是吧 点一下拼盘咯 三木蟹 海鲜虾 嗯 车白 淡菜是啥呀 清口啊 当时要是肠胃不好的话就不能多吃啊 外地人吃了会 拉西啊 不会当场拉吧 那我就不怕 哈哈哈哈 少吃一点 每次吃少吃一点 诶 诶 诶 我们一会儿找个地方吃吧 看下没有位置 哇 里边好鲜啊 一进这屋子感觉好鲜 哦 哦 那蟹是活的是吧 是活的 是鸭冰来的 好 鸭蟹都是活的 嗯 很新鲜啊 还带黄呢 嗯 为什么他们给它叫潮山毒药啊 因为吃了会上瘾 然后不敢吃的人就很胖 一大缸酱汁 这酱汁好香 嗯 我很担心今天吃完可能明天你们就见不到我了 你挺难吃啊 下午才说到你 哈哈哈哈 应该去哪吃 蛤 我们去哪吃 去哪吃啊 有没有什么推荐的地方 打个桌子 你们在这吃有料 诶 有小桌子吗 有 我们在这吃也行 这是借我们的桌子和凳子 我的手在发抖 我的胃在颤忧 对 明天啥样 今天吃完见分晓 这生蚝我觉得生吃我倒能接受 嗯 好滑哦 呵呵呵 好吃啊 冰冰凉凉很滑 就是滑到你肚子里呢 很鲜美 像吃那个果冻似的 嗯 好吃的 生蚝好好吃 好吃的 再要一份小份生蚝 呵呵呵 这小米椒好辣 哇 但吃的好爽啊这个 嗯 这个真的是吃的是爽 超级滑和冰 它的味道让你吃完就忘不了 我们又要了半份 橘橘子 这个真的好吃 这个你们敢吃啊 敢吃 现在我不知道它的效果咋样 但是我觉得是好吃的 明天再吃到效果 明天再吃到效果 没事 但是今天爽就行 车白 是吧 嗯 鸡肉合理 这个肉多 他给你们调的这个蘸料真的成 没得挑 蒜配上香油 然后他们家自己调的这个酱汁 裹了一层那个蘸料 比较生吧 这一下 这一下 也就是生烟嘛 嗯 第一盘那个生蚝 口感真的是滑 因为这个是熟的 口感上还是有区别的 挺熟的 味道没有干嘛 我突然觉得还是生的好吃 生的真的就是那个最原始的鲜河田 这送我们的 嗯 谢谢 雪蛤 雪蛤 春节晚上大天晚上基本都是 家家户户户都吃这个 圣燕 雪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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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潮汕的一些风俗其实还挺有意思的 里边真的是带血的 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毒药 不行 这个味儿我有点受不了 它会有点腥味 不行 反正看起来就挺恐怖的 你看顶上飘了一层血 你再吃一个 有点脆的口感 这实话 你不管它好不好吃还是怎么样 我这心里边总是有一层阴影 蟹可以吃了是吧 我们直接尝底下带黄的腿肉 看到了吗 好 这个蟹膏就是绵绵蜜蜜的 好软 这个肉好软 这个肉还有点黏黏的 黏黏的 现在蘸这个醋吃 别把我的黄蘸掉了 你这么吃血 这个肉就一缩了就下来了 行了 到此为止吧 我怕 我们今天晚上吃的所有的生烟的配料 都是很冲的 而且味儿是很重的 老板把不能吃的都给我们剃下去了 现在里边就是黄和肉了 全是黄 全是黄和肉 就是我跟你说有些东西太软 但是昨天你就会很害怕 咽下去一半 他一半还挂在你的嗓子上 我们今天来汕头第一次吃这个生烟 我们要点到为止 我觉得今天就吃到这儿吧 看明天情况如何 给我点赞就是我的饭友们 明天见 拜拜 我今天跟甜品打交道 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闻这个香味都飘飘的 饭友们说来汕头一定要来小公园旁边吃小吃 这有一家做蛋塔的有十几种 我们去尝尝 走着 闻到香味了没 这就是我爱的味道 你好 刚出锅 正好刚出锅 这个是适的 这个是适的 哦 那我现在一样要两个吧 这个就装两个紫薯两个藏口 行行 蔓越莓 蔓越莓 蔓越莓的 竟然还有牛肉果了 还有啥味呢 牛肉的鲜塔 这个就要跟它走更软了才好吃 软了再吃 我就听见跟甜品打交道 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闻这个香味都飘飘的 就在旁边找一个地方得了 我们就在这儿吧 我看这个车后备县还挺平的 我们快点吃 要不一会车开走了 我是第一次见到巧克力蛋塔 感觉就很好吃 巧克力味很浓 嚼到嘴里边有那个巧克力酱 美滋滋吃甜的东西 就会很开心 下面是一层巧克力 融化的巧克力 这绝了 这好厚 听到香了吗 这个是最酥的一个 这就是他们家最有名的蛋塔芝士的 讲得跟我们平时吃那个蛋塔不一样 嗯 就像我们吃的那个芝士饼干 坐外边那一层 然后这个芝士有点酸酸的 轻轻的拿 不然真的很容易碎 嗯 这里面真的是流失了 这个是紫薯的 里面就有一大颗紫薯 好烫 其实现炉炉的蛋塔是很好吃的 紫薯都带着一股奶香 好脆过的 我们中午吃 这么多蛋塔 这个是蓝莓的蛋塔 强茫型的 里边是一小撮蓝莓酱 我觉得最好吃的还是芝士的 这是那个冰冻蛋塔 上面是一层糯米 好甜 糯米茨 就是糯米茨 里边是冰芯加水果 这个吃着很爽 夏天解暑 而且它还解腻 这次特别弹 这些60多块钱的蛋塔 我也快吃光了 小公园附近还有啥好吃的 快给我推荐 给我点赞牛肉的饭友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我们在湛江 去吃一个 心心念念的 实辣牛肉 比如说他们家 是这个实辣牛肉的创始店 我们去看看它省不省 走着 人好多 还有位置 好 30哥 应该没啥问题吧 几分手 几分手 你别太胜就行 8分手可以 这个东西是你们家创始的 是吗 是啊 这是尽忠的 尽忠实辣牛肉 哦 尽忠实辣牛肉 你打包 就在这吃 我们在这吃 吃辣牛肉和我们群职吃的烤串 我也不知道它区别 但是他问我几分手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 有点不太对劲 很辣吗这个 好辣 好辣 哇哦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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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看出哪个是4分的 哪个是8分的吗 这边是8分的 我们先尝尝4分的 有点甜 很够味儿人家做的 上面给你撒了一层芝麻 还挺香 好甜 那这个牛肉是一大条 吃着要比一粒一粒的要过瘾 我看下这好吃好吃 4分熟的你吃起来会有点脆脆的感觉 那上面还给你刷了一层酱 不知道是什么酱 这是8分熟的 人家吃那个大肉片 然后整个穿进来的 我还是感觉8分熟的比较适合我 它是有酱香的 你们拿我煎一点4到7分熟的 勇敢的话你可以叠2到3分熟的 谢谢谢谢饭友 反正有饭友在 我觉得就瞬间激发了我的社交牛逼 赶大声说话了 下午还下雨了 我们真的是等了一下午 提心吊胆的和巴桑下关门了 今天来这吃饭开了100多公里 又饿又渴 除了要补充蛋白质还要快速补水 小黄椒咋咋这么辣 很辣就太难吃了 哈哈哈哈 我们蘸下这个食辣牛肉的辣 微微的 咋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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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子很辣 咋子呢 咋子呢 后白劲是不是 后劲辣 这是他们家的鸡翅 这个烤的就很干 是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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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还可以 我就是3 块 嗯 他们吃的啥呀后面 我们也要一块 这这撒的是啥呀 这个粉 蒸菜卷花生 好吃呢 感觉包到你嘴里 你这喝了一股汤 咬铃去就贼脆贼香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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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就是像在吃那个生菜肠粉 这么做我还没吃过 这是烧豆腐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炸酱 放到哪个地方上都是好吃的 小心翼翼的 海南辣椒是真辣 今天这串吃真的是巨爽 给我点赞就是我的饭友们 明天见 拜拜 哥哥都很肥 看馋了 终于吃到蘸蚝蚝蚝 我们现在在蘸江 有句话是咋说来着 来都来了 我们先去找一个生蚝摊子 走这 哈喽 你好 你好 蘸蚝蚝蚝 蘸蚝蚝蚝其实都不是个特别大的是吧 它这时候倒肥的时候了 它够肥就可以了 够肥就行 一个蒜香 一个原味 买蘸蚝蚝第一餐 我们就吃这么大 我觉得排骨特好吃 看馋了 终于是吃到蘸姜的生蚝了 我们的不 你看看现在的蚝肥不肥 刚刚舔了一下筷子好辣 好吃 你别看它个头小 但是真的很鲜很甜 现在的生蚝相当的肥 这个是扇贝是吧 扇贝和 青口 青口 怎么连吃还连流口水 其实个头不是很大 干姜的生蚝比我们在山东吃的生蚝要小很多 但是它够猛 生蚝的汁一滴都不能放过 钻绒巨香 我觉得他们家的好 我一个人吃180个应该没啥问题 这个吃生蚝的位置在蘸姜真的是独一份 你别看摊子小 但是人越来越多 而且我身后就是蘸姜大桥 一打吃完了 袋子肉也很多 哦 怎么感觉比生蚝好好吃呢 这袋子 这个肉又嫩又厚实 而且这个肉特别有嚼劲 他们俩的小店是无敌的 原味是好 它熟了 隔自动就弹起来了 是吧 好肥这个 其实这样看着比烤子要肥很多 看它鲜吧 是吧 来这家吃生蚝真的不是店越大 豪越大越好吃 我们尝尝这个原味了 真的是闻着鲜 看到它 看到了吗 就是原汁原味 这啥 哇 这是屎吗 不是吧 内脏 是吗 是屎吗 身上有屎吗 油也是香吧 你看它水都在地上 会不会吃出珍珠呢 你说 我觉得这个要喝 这个要给它喝下去 哇 是直接可以划到我们的胃里 这个原味的时候 你要快点吃 不然它凉了 我是怕有点会腥 我们前两个月过来吃生蚝 人家说还没开海 现在是正式时候了 小贝壳有大能量 我之前真是觉得大的生蚝是好吃的 而且吃会特别过瘾 我们这次来的时候 其实还特意去找那个 手臂大的生蚝 但是人家说那不是本地生蚝 但我今天发现小的是真的好吃 个个都很肥 而是不灵不灵的看到了吗 它是乳白色 一咬扑一下 他们家还是可以的 啥叫烟火系看到了吧 这就是烟火系 悄悄地告诉你都很肥 赶紧来 还便宜 估计这一大桌有100块钱 清口要比那几个都甜一点 我刚才买的车豆腐还没吃呢 我们今天找了好多店 本来是准备放弃的随便找一点 蘸姜的排骨串也很好吃 大家可能都知道那个是辣牛肉 但是一定要吃这个排骨串 好辣 它每个排骨中间都给你放了个辣椒 这辣椒巨辣了 都不行 不行 这个辣度我受不了 看上我的蒜蓉豆腐 我跟你说没吃呢 我就觉得应该还不错 它毕竟撒了它这个迷汁的料 真的是真好味的烤豆腐 我今天真的就是聚会上 找到个这么好吃的店 你看我现在吃的还剩 还给你剩个啥了 它每个东西都是给我surprise的 吃高兴了今天 夜宵吃幸福了 那么就这样 过点赞就是我的朋友 明天见 拜拜 哇 拎起来就咚咚的 我觉得这个肘子是炖的时间越长越好吃 为了这碗猪脚饭 我们不来一趟龙姜是不行了 我们去尝尝 正是人多的时候中午 拎起来就咚咚的 这是啥 我多加点肘子 我感觉这肉一缩了就下来了 一上午没吃饭 就为了这碗猪脚饭 看怎么样 我让它多加点汁吧 啥锅它也多加 我觉得这汁肯定好喝 好吃 哇 nice nice 你看它有多软 拿起来的时候就特别怕给它拎碎 我们尝尝 咋样 下面连着猪皮 上面是一层瘦肉 吃了啊 烂到不行不行不行的 而且它那个猪皮黏黏的 不是团的 它那个猪皮是黏牙的 全是胶质了 吃这个猪脚饭一定要放点辣椒酱 我也不知道辣不辣 我看本地这都这么吃的 这个辣椒酱只有点酸的 点一份肉吧 再加一份肉 一咕我发两个真是不够吃 看着还是那么馋 我觉得这个肘子是炖的时间 越长越好吃 看馋了没 这一份才是咚咚咚的 而且我跟你说 一定要趁热吃 小心翼翼的拿起来 不然它就碎了 很容易碎 好烫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肉不是靠咬的 就靠锡的 它已经把这个猪皮炖成果冻的样子了 让我想起了我老家流水席的那个大肘子 这又是一份高配版的猪脚饭 太烂乎了它酥了 这时候真的是有瓣蒜就好了 这就是炸蒜神器 三分钟这一份就吃完了 我觉得我们可以再来一份 我就是那种纯肉食动物 好不容易像里面条来的这儿 你还不多吃两碗饭 我能再要一份吗 还要 我要一人份就行 我现在真的手黏黏的 然后我嘴也是黏黏的 今天我们吃的是猪脚不是猪脚 这块肉是个神仙 真的你想象不到一块猪肉在你嘴里化开的感觉 它自己就躺平了 我觉得我现在张嘴说话都费劲了 我遇到了一个强迫症的事情 你看做黏的 就是搓都搓不掉 吃肉一定要吃爽吃寒 有多好吃你们自己看 这真的是解馋了 多点赞就是我的朋友 我们明天见 拜拜 好黏这个 我现在嘴里已经开始黏了 这里是龙眼的路 好多好吃的都在这儿 我们就一路吃过去 走着 我们先去吃糯米钱 又是糯米的东西 又是糯米的东西 老胡甜汤 我先看你打坐的 好黏这个 我现在嘴里已经开始黏了 这是盲盒吗 我可以打一看看吗 可以 看看都是啥 这啥 这是红豆 红豆 绿豆 绿豆 是红薯吧 白豆 西米露 西米露 江苏 黑米露 我随便给你指一锅 你知道锅里是啥吗 呵呵呵 我们再要一个豆花 还有一个草果 好吃拼的是吧 可以拼一块 这一桌都是我喜欢吃的 这也是豆花 其实现在没吃 你这豆花味就特别浓了 好像有豆花就是这样的 嗯 这个豆花比我们之前吃的豆花 看着更细腻一点 而且好像更硬 是不是 好香的豆味 好吃这个 特别香 豆味特别香 而且外边撒了一层红糖 甜甜的 好好吃这个 第一次来 您经常过来吗 经常来吃 比我想象的要好吃很多 不同的地方 豆花有很大的区别 我们那儿的豆花是一逛 它就忽悠忽悠的 这个东西你逛得很扎实 山头的甜品 很nice 糯米钱是吧 很直好黏 好开心啊 就是甜 香 黏 是吧 呼你嘴 真的呼你嘴 今天就是莫名的特别开心 给你们吃这个东西 糯米就是我的本命 给你们尝一口真的 倍好吃 这个真的是很特别 有感叹一下 这是冰草果 黑黑的一大坨 它是那个草味 然后还有点微微的苦 应该很下火 所以这个配糖是很有必要的 它中和了它那个苦 这个是白果拼莲子 不齐耳的小链 为什么这么多好吃的 这个糖水是清甜的甜 莲子粉粉糯糯 白果很有嚼劲 就是这一顿糖有点多 这小碗先要看 这条路应该还有很多很多好吃的 我们再去看看 走 我们过来吃捞饺 那个捞你肯定你也不认识 这就是捞饺是吧 打卖的 四块钱一个 四块钱一个 咱开了多少年了 一百年了 超一百年了 三块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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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是吧 好 谢谢 我们找个哪吃呢 就是给我们准备的 我点了一个鸭屎香 你这是鸭屎香柠檬茶 这是鸭屎香奶茶 喝口奶茶顺溜顺溜 刚才被那个阿姨吓到了 嗯 超茶 好喝 我们要了五个 看 他没给你用缩了袋包 用纸包起来 就怕他不酥了 尝尝 咬一次的第一口 我原谅他了 这个皮是又脆又糯的 它真的是两层口感 哇 里边是香菇和肉吧 是一整盒香菇吗 嗯 这个肉是很鲜的 香菇 这是五元可现的香菇 它不是一粒粒的 真的是一整块 里边有栗子 百粒 比我想象的要好 我之前想那个大的炸饺子 应该外边很硬 没想到它这么糯 我觉得还是这个皮最好吃 又脆又软这个皮 真的就很像吃那个炸鲜膏 百粒香菇肉 它不是把这个馅都剁碎 然后揉成一个球就放在里边的 就是原样塞里边 你就是吃这个食材的口感 这种好吃的还是要且吃且珍惜 这附近还有什么好吃的 告诉我 给我点赞就是我的饭 我们下期见 拜拜 那半碗有没有食欲 能吸引你吗 在酒店楼下有一家牛肉蟹黄面 听起来就不错 我们去尝尝 走着 你好 还营业是吧 哈喽 哈喽 饭油 你这个时间得多了 现在肉少了是吧 对啊 没事给我带蟹黄就行 蟹黄面是一种面 没有蟹黄 里面没有蟹吗 就这个面吧 这就是蟹黄面 面香味特别浓 就烫个8秒 哇 这牛肉看着就很嫩 不是 一家给自己加了滤镜 哈哈哈 两口都很可爱 咱俩来的时间正好 差不多收盘 好鲜啊 能吸引你吗 底下这个黄色的就是蟹黄面 然后顶着一层沙沙酱 甜甜的 哇 哇 绝了 好吃 嗯 你能不能先专心哪身不要吃了 这个面是我喜欢的 它不是软软的 它不是硬硬的 软硬正好 就知道还是这个牛肉很绝 叉叉这样一铺完美 这个沙沙酱和我们平时吃的不一样 发甜这个 嗯 这是汕头辣椒 我把它的料都放里了 还是干拌的面香 我说我现在拌完也没有食欲 你看这牛肉 颜色是刚刚断生的8秒钟 牛肉沙沙和面这么搭配是好吃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说你这一碗都干完了 你今天吃的比我快 这一碗面四口干完了 我们再要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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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要一碗 两碗 嗯 好吃 我好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面了 他和我们去陕西吃的面 是不同的风格 我们喝口这个牛肉汤 看着青苍花水的 里边两个大丸子 这个汤不是特别重口的 当然是很鲜的 这是牛筋碗 可能牛筋碗有多大 他们这是比赛 谁家牛肉丸大吗 有包汁 啥也没有就是牛肉 我觉得能在潮汤开得了饭店的 牛肉都不会差 他这个牛肉也不是能出来弹的 这种肉香肉质食物 嗯 哇 这么快 这么难 这个面真的是宝藏 这不是我们第一次来潮汤 感觉啥都没见过 没见过世面 但这面是真的好吃 而且它这个好吃是你能看出来的吧 嗯 行今天你速度很快 在我之前先吃了一碗面 我觉得做这碗面最重要的就是 你肉煮多久 面煮多久 沙茶调成什么样 是最重要的 我不喜欢吃这个肉 我怕我肉吃没了面剩下了 刚才看你没事吃蛋挞了 那家蛋挞也挺有名的是吧 对 红灯灯的面 真的是上升了很多 而且第二碗 老板觉得牛肉太多了 被老板认出来就是不一样 说我在潮州吃那个沙茶面齐名了 心理位置 这个可能更高一点 我们俩人拌了四碗 吃了就停不下来了 而且它是拌的面 吃多就能噎到 嗯 下次吃到它不知道啥时候了 是不是此时此刻还有点伤感 等我点赞你就是我的饭友 我们明天见 拜拜